谷爱玲有多么的接地气呢,只身一人上街购物,热情与粉丝们一一合影,跟那些耍大牌的明星们,直接甩他们十万八千里。 就在最近的这几天,网络上传出了几张,谷爱玲现身街头的照片,是她外出购物时,被网友们拍摄下的画面。 从曝光的照片中能看到了,谷爱玲在当时的打扮,身穿一件白色的抹胸衣,外搭一件女色的针织衫,还有一条蓝色的牛仔裤。 她扎着一条高马尾,并戴着一双潮流的眼镜,让她看上去活力满满的,跟那些天真的少女几乎一样。 然后在她的肩膀上,则背着一个大大的袋子,一看就知道了,那是她刚斩获的战利品。 她热情地与路人交流,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,甚至还将手搭在了对方的肩膀上。 她那样的画面,不禁让人对比出了,一些大牌的明星们,现身在街头上的时候,不仅不会出现这种画面, 同时在她们的身边,还会有多位的助理,直接将那些路人和粉丝,全部赶到一边去。 但是到了谷爱玲这里,却完全不会有那样的事情。 因为那位谷爱玲,不仅没带任何的助理,而且还十分地热情,与粉丝们亲切地交流着。 然后在她的其他照片里面,当不少的路人们,纷纷上前合影的时候, 谷爱玲也是一一地配合,都与她们进行了合影。 可见没有对比的话,就真的不会有任何伤害,记得某些所谓的大明星,除了演技还可以之外, 当走到大街上的时候,有的人确实很难做到,能够像谷爱玲这样的,没有一丝丝的架子。 在网友们的分享之中,谷爱玲与多位的路人们,都进行了合影, 并且在每一张合影当中,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,没有一丝丝的不耐烦。 然后在与所有的粉丝们,都进行了合影之后,谷爱玲也离开了那里。 在她的一张背影照当中,还能看到她的身材比例,是相当的完美和苗条。 即使搭配了宽松的套装,也掩饰不住她的曲线感,那完美的腰线跟臀部,都让人看了纷纷羡慕。 不过对于大多数的网友们而言,她们比较喜爱的,还是谷爱玲各方面的特长。 比如她的滑雪精神,以及那超正的三观,还有她的学习天赋。 记得在之前的时候,她曾分享过一段视频,是在学习溜冰时的画面。 她在第一天学习的时候,整个人还站得不怎么稳,走几下就会摔倒下去。 然而到了第三天之后,她就已经运用自如,在溜冰场上直接成为了一个高手,甚至有的人学习几个月,都学不到她的那种技术。 所以这一位谷爱玲,不愧是大家公认的天才少女,学什么都特别快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喜不喜欢这位谷爱玲呢? 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那是一条汉谷! 那是一条汉谷!这一条汉谷! 那是一条汉谷! 我的船员,我可以不让你去养地,这些警戍的你制作为你 Darren